反馈给我的事也是得到的回复呢是不清楚 所以说呢现在就是对方仔细说等调查结果出来之后 及时公布是这样的冬天 好的谢谢刘南我们还有更多的问题稍后再与你连线 好的那王教授刚才听了刘南对于整个调查组工作内容的这个介绍之后 您有什么评论 首先我想就是说这个调查组的工作 的确就像我们前方记者说的 他们需要不受干扰的独立的工作 但我想说不受干扰的独立的工作 首先可能并不等于说不能够让公众去关注 因为如果离开了公众的关注 离开了必要的透明度调查组的过程 整个调查过程不清楚的话 那最后结论出来以后公信力将如何产生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担忧 当然另外一方面调查组其实要设定 你到底想要查什么 那我觉得上一次的这个也就是第一次的这个浦东区这个执法局的调查结论 之所以要接受再调查是因为公众对他不服 有一些质疑当事人明显的不服 的确上次调查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程序上的问题 程序可能整个调查过程并没有对公众 充分的公开只是在结果出来的时候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对吗另外呢在程序上上一次的调查组 因为是一个城市行政制察局 自己查自己 实际上变成一个老子查儿子 自查自究 那么在程序上就可能很难让别人相信公正 如果我们这一次调查组在工作的方式上和工作的目标上 不能够回避这两个问题的话 那可能我们同样有理由去担忧 我们千万不能让市政府重视的这样一件事情 又变成了一个最后可能花了力气投入很多资源 但却不能够挽回或者说维护政府公信力 查明是真相的这样一个目标 新成立的这个调查组 人们非常关注他是否能够查清 孙中介是否清白 人们更关注上海到底是不是存在着所谓的调钩执法的行为 我们再看一下记者的采访 钓钩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 宁航区的可获得300元人民币 宝山区200元 南汇区250元 凤贤区600元 几天来 在上海钓鱼案仍然是扑朔迷离的时候 各路记者已经纷纷赶到米航南汇凤贤等区明查案访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 钓鱼案背后的食物链链铛 记者还了解到各个区钓钩每钓到一辆车可获得的奖金行情 事实上去年上海曾经发生过一起钩子被黑车司机赐死的案件 南都周刊针对此事做过特别报道 宁案背后的上海黑车生态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黑车司机与钩子积怨已久 黑车司机十有八九都被勾过 这样的说法与经济半小时记者两天前的采访不谋而合 昨天我们的记者辗转找到了一位 自称是曾在凤贤区做过一年半的掉头 那每次出动就是他们要出来